老师 请 魏老师 这是我的教室 您的教室在隔壁 乌老师 乌老师 董老师 富老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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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 导数 微分 定计分 不定计分 空间解析几何 向量带数是学好物理的基础 很难吗 老师 请 卫老师 这是我的教室 您的教室在隔壁 看来我不适合做老师 我也觉得你不合适 那我辞职吧 我说了也赶紧走嘛 钱财三分怪 也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也能够做超复杂的实验 但是我看你啊 确实不适合教室 我这里有一个产学研 高压助赛部的项目 你牵头来做吧 我 像你这样物理学和材料学的 双量博士 最大的优势就是 纠查型的学科思维 让你来解决 工程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把握比较大 你还能够决定 你还能够决定 来 来 来 怎么 是这个项目太复杂了 复杂的不是技术 是人心 我不想跟这个公司的人 有什么关系 是他亲自点的你的酱 为什么 这样不好吗 魏畅 你既要有解决复杂技术的能力 也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 尤其是这个人 这样你才可以更好地了解你父亲 由于工程机械行业遇到寒流 有着超过70年历史的路山重工出现连续严重亏损 资产负载率超过81% 面临着被FT退市的风险 在大趋势没有回暖迹象下 短期内其依靠企业资深力量有亏难度较大 路山重工为宝壳 决定实施重工换金融计划 置换出亏损的重工资产 置换入效益好的金融资产 退出工程机械行业 转入信托 保险 证券等金融平台 据悉S系路山重工在昨日公告中披露的重复进化 尚重抽策阶段 交易最终公案等尚续严肯定调查 十四天 好 极限冲击第三轮 好 好 可是什么情况啊 怎么又是这台精裁发动机出了问题 为什么不换进口呢 钱呢 这个阶段的时间经费陆山还没拨付呢 盛校长 让你去金融大赛当评委 说这是跟陆山产学研合同的影响 而且要照顾他们的选手 陆山一号尝试 还剩最后一千小时 我哪有时间 你赶紧去陆山重工 把我们的实验经费解决一下 听说你们亏不忘了陆山重工 你还在去警察的工作 你这时候得罪他们 一旦不给咱钱 这尝试就得夭着 你赶紧找人去换发动 有屁 去吧 帮 doctore 挖you 降总 登市场 明总的腰伤还没好 那老毛病了 我坐吧 筹划重组的新闻已经播出了 为什么第二批清退员工的名单 迟迟没有贴出去 什么原因 谁的责任 主要是因为 距离上一批清退人员的时间太近 人数也比上一次多 担心 职工闹事 担心闹事就不干事了 担心闹事就不执行重工换金融计划了 是 这就贴出去 但 财员补偿的经费还没有落实 财务 老蔡 既然是意见 账上的钱呢 只够升级研发 国资标准发动局的钱呢 国资既改暂停 停了 钱还是不够 那你就不能把这个月的奖金接着停发 再不行就停发工资 好 好 方董 陆山重工 可是新四军陆山兵工厂创建发展而来 干了七十多年的工业 现在突然 转向干我们不熟悉的金融 那么多人下岗 留下的呢 只发基本工资搞军训 大家已经是牢骚满腹了 现在要停发工资 会伤了他们的心 会伤了他们的心 工程机械 连续断崖式下滑五年了 公司今年的产值 估计也就是五年前的五分之一 这个现状无法改变 我们谁都难受 谁都伤心 但是相比这个时候 我们有的高层干部 到处拉关系走后门 想逃离路山 换把交易接着当官 那就不是伤心了 那是没良心 我表个态啊 公司不脱困 重工换金融 重大重组计划不成功 我绝不离开这里 大不了我做莫代董事长吧 让全公司一万多职工 戳着我方瑞周的后绩量 骂好了 总之一句话 甩掉一切包袱 停掉一切没有必要的开支 确保重工换金融计划 顺利实施 请各位好自为之 散会 路山一号的科研经费 是否也在暂停的行列啊 明总 路山一号 可是董事长抓了 二十四年的重点项目 本应看大人 但生不逢时 那就是命了 你